HELLO 大家早安 我今天来接种第二剂的HPV疫苗 希望不要太痛 上次打完还好,没有很不舒服 那我给你去一下 一定要看好,一定要看好 至少那你知道这支是那个 对啊,最近每个月都会打针 一下COVID,一下HPV 手拆啊,生物漆 会有点酸喔,有感觉吧? 有 好,打完了 技术很好欸 因为你说你太快啊 欸,现在好像手有一点点酸 对,主要是我真的有打 好好,谢谢谢谢 我买了苹果冰茶 要去探朋友的班 谢谢 我刚刚买给小玉一杯苹果冰茶 你刚刚去探班 对啊,他说等你等好久,我就先去找他 其实我不太懂咖喱的方面 懂咖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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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太懂咖喱 然后就说 你看我做咖喱的地方 嗯 然后咖喱又托我来 刚刚有这个机会 然后又带给你的朋友明镇 我认不咖喱还不错 你刚才饼 嗯 它饼就不错 嗯 嗯 我的主餐来了耶 嗯 我的比较偏甜 咖啡你不能喝啊 咖啡你不能喝啦 你怎么那么搞笑 哎呦 你看 愤怒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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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 我现在在饭店 那我呆的这间饭店 叫做凯旋酒店 那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房间的样子 我今天呆的房间超大间的是一个四人房 那这边就是有一张小沙发沙发区 然后这边是两张双人床 可以办公的桌子 电视 然后浴室也超大的 浴室有两个洗手台 这边是浴缸跟淋浴区 然后再来是另外一间 另外一间这边就是厕所 厕所的部分就是有免制马桶 我这次订的呢本来是两人房 然后是不限房型的 因为这样订下来是最便宜的价钱 那刚好因为服务人员是说 他们今天的房矿就是非常的紧张 那没有办法给我一大床 那我就想说那也无所谓 如果是两小床也可以 没想到服务人员人就蛮好的 帮我升级成了两张大床 那这一次的住宿呢 我有使用国语券 所以再折一千块 那我总共付出去的金额 是低于一千块的 所以我就觉得 用一千块可以 买到这样的房间 我觉得非常幸运 还有很划算 刚刚工作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的行程 应该回去逛一下书店 因为我还有益放卷还没有使用 然后回来的话 因为这一家旅馆有健身房 所以呢等一下也会去一下健身房 毕竟也是很久没有运动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超累的 我整个爆海 超累的 那我先要来做一下伸展 做完伸展之后就要回房间啦 那要准备回房间啦 趁现在卸妆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次想要自己一个人住饭店好了 因为我现在是跟家里一起住 所以呢就会觉得有时候 蛮需要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的 所以这一次就想说来住饭店 那因为刚好有旅游补助 所以就想说一个人住饭店也蛮划算的 但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大一间的房间 明天因为工作的关系 会需要去一趟花市 那花市假日的营业时间都还蛮早的 所以明天呢也是要很早出门 就不能睡到自然醒啦 不知道大家这一个人住饭店的时候会不会怕 那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 趕快敲一下 但也希望不要遇到奇怪的事情 唉好怀念 在国外出差的时候 住个饭店有时候都还蛮有趣的 然后会看到不同的摆设啊 然后早餐也很不一样 那等一下卸完妆洗完澡之后就要睡觉啦 晚安 今天还带了休足时间跟蒸汽眼罩 来放松一下我的腿部跟眼部 大家早安 昨天在check in的时候 柜台瑞有跟我说一楼有免费的咖啡跟饮料可以喝 那我就想说先下去帮自己泡一杯咖啡 因为我这次没有买那个饭店的早餐 很多酒泡一杯咖啡 也不会很苦 所以我可以吃烤酒 也不会很苦 也不会很苦 一楼 滋梯 一楼 不要乱 吃烤酒 也不会很苦 还有避免 那好 第二楼 很多 不是咖啡 不會很苦也沒有很酸 我覺得還算蠻溫和 好的 那我準備好要退房要出門了 有點可惜今天早上還有事情 沒有辦法呆好呆滿 呆到12點再退房 那也沒辦法 就出門吧 我覺得這家飯店的床我還蠻喜歡的 這兩個床床的狀態就是 before 然後after 他的床我覺得軟硬適中 就是不會陷下去那也不會太硬 但我覺得這個房間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沒有對歪的床戶 所以呢一定要記得 設好鬧鐘 要不然早上應該就是會遲到 好退房 謝謝 我呢 剛剛在這邊買了一隻傘之後 找回了內心的平靜 我昨天出門忘記帶傘 不得已之後買了一把傘 這個雨太大了 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去花室買的乾燥花 那我這次選擇乾燥花 是因為我想要他的 齊長就是比較長一點 那雖然說這些是乾燥花 可是看起來狀態都很不錯 都還蠻像 新鮮的花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呢是 金和環我覺得他的 黃色配綠色非常的好看 然後這一個是寶石草 然後這個是寶貝尤加利 他也是乾燥花 可是看起來就是很像新鮮的花 那這個的話就是棉花 那我買了這幾束乾燥花 他的高度大概是五六十公分左右 那如果想要他小數一點的話 就是再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價錢的部分 是這一束金和環是最貴的 大概是350到380之間 那這兩束呢就是 大概是250到280左右 然後這個棉花是比較便宜 大概是快要200 我也不知道這樣有沒有買貴 或是買便宜 但買到這些漂亮的話 花很開心 我在網路上訂的花瓶來啦 他的包裝還蠻完整的 然後他有附收據 就如果是要公司報帳的話 還蠻方便的 我買了兩個 這一個花瓶的名字叫夜花 長這樣子 然後上面是有一點紋路的 那第二個花瓶呢他的名字叫太阿 還是太阿 這家店的包裝還蠻好的 我覺得非常謹慎 就不用怕花瓶會換掉 這一個花瓶 就有寫一個太 這個的形狀跟剛剛的差不多 但上面沒有任何花紋 所以這是太阿 然後這個是夜花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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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